你好,上期视频的结尾部分 我说人一定要爱自己 因为只有先爱自己 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就有朋友问 那人应该如何爱自己呢? 爱自己和自私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这期视频 我想关于这两点内容 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吧 并且我总结了十个方法 那我还有一个终极的方法 也就是在视频的最后一部分 那这个终极的方法 我觉得应该适用于每一个人 也适用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那这个终极的方法 其实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 听到的 那听到的那一瞬间 我突然像被触电一样的感觉 然后顿时毛色顿开 所有的事情就通了的那种感觉 可能大家听了这个方法 你会觉得 嗯,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也有一部分人听到 啊,原来如此 应该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可以在视频的 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 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嗯,那今天的这期视频 又是一个很长的内容 我在写这些总结的时候 我的大脑非常非常的活跃 然后不断的向外 喷出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停都停不下来 所以一不小心又写了很长的内容 那大家 呃,就是戴上耳机 边做自己的事情 边听一下就好了 呵呵,不好意思 那分享给大家吧 第一点 不要用过去的错误 来惩罚现在的自己 这句话我们经常可以听到 那过去的错误 往往是一些过去许多 无可奈何的事情吧 如果说不能放下的话 那其实总是会在自己的脑海中盘旋 然后让自己感觉到自责啊 后悔啊 它其实就像一个 自己在自己的大脑里面 制造一个牢笼一样 把自己框在里面 嗯,就让自己变得孤独 然后感觉到不开心吧 比如说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发现 我们的视频当中有许多错误 也有许多不完美 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些错误当中 就变得不能自拔 不能向前 所以的话 感情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一段失败的感情 如果你只是 总是停留在这个失败当中 嗯,不能走 不能走出来 然后就会变得不断的烦恼 不断的后悔 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孤独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个方法 爱自己的方法就是 嗯,不要回头向前走 你不要去执着 嗯,我是否要原谅这个人 你可以原谅也可以不原谅 你也不要逼自己一定要宽容 你更加不要考虑去 是否要报复这个人 嗯,这些都不需要执着 因为你在向前走的这个过程中 你慢慢的你会发现 嗯,许多人和事情 你也会看清许多人和事情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在向前走的这个过程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许多人还没有开始向前走 他就想要一个标准答案 其实难有什么标准答案 嗯,所有的标准答案 都是你在向前走 这个过程当中才会慢慢的找到 属于自己的标准答案 我之前 嗯,因为我经常写一些总结的内容嘛 我就有时候就想要一些标准的答案 我在看那个桥水基金达里奥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原则 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则 我看完之后我就会发现 他所有的原则都是在 不断的用新的原则 来打破他原来的原则 然后再创造一个新的原则 然后再打破 就是像这样子不断的螺旋向上走的那个过程 所以的话 我觉得就是 人生只有在不断向前走的这个过程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然后不要用过去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 爱自己 爱自己就是要向前走 不要回头 第二点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其实就是让自己愤怒 让自己失去理智 生活中真的有太多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辅导孩子们学习 家人乱丢乱扔玩具 物品 评论区的一些比较恶意的评论 别人在你的背后说你的坏话 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却要求你来做 比如说道德绑架等等这些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讨论的原生家庭的问题 这些都是拿别人的错误来让自己生气 其实这就是惩罚自己 那该如何是好呢 该如何做呢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本书 就是阿德勒 他在写的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他里面教会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课题分离 简单说就是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应该做和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至于别人的看法 那是他的课题 我们无权去干涉也不需要去干涉 比如说我在做视频的时候 那别人会评论嘛 那别人评论如何评论 这是他的事情 那我无权去干涉 那我是选择回复呢 还是选择不回复呢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那我是选择高兴呢 还是选择不高兴呢 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 如果我看到负面的评论 我选择生气 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 虽然很难做到不生气 但的确它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再比如我们在辅导孩子学习 孩子学习是孩子的问题 那我们父母其实不要过多的去干涉 那孩子不会的时候 他在求助我们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我们就要想尽办法的 去尽量的帮助孩子 那至于孩子听不听 其实就是孩子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告诉孩子 你不听的后果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责任吧 是我们的问题 当然我并不是说要走极端 我只是说 要用这种课题分离的方法 来对待那种 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误 却让自己感到生气 感到难受的一些事情吧 这就是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的这种表现 所以要爱自己的话 就要用这种课题分离的方法 来保护自己 第三点 不要用未发生的事情 来影响现在的自己 上期视频我说了一个百年周期的问题 如果说没有看完整视频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我在制造焦虑啊等等 说实话 我刚开始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的确感觉到非常的不安 我也自己感觉到有一点点焦虑吧 甚至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但是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的大脑里面突然就冒出一个成语 启人忧天 我就觉得非常的搞笑 我就像那个启人一样 我担心天崩地裂 吃不好睡不好 整天就生活在一种担忧和恐惧当中 真的是非常的搞笑 但是我想我也不用自责 我觉得这个是人的正常的一种心理状态吧 但是如果这种状态持续的太久 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影响了自己的工作 那就是在用未发生的事情来惩罚现在的自己 就是不爱自己的表现 生活中真的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开车的时候就担心别人撞到自己 反而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考试的时候总是担心自己考不好 反而容易考不好 所以养孩子的时候 我们总是担心孩子的未来的话 反而会把这份焦虑的情绪传达给孩子 影响孩子 让孩子也跟着一起焦虑 所以该怎么做呢 也是我第四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专注当下的生活 我跟我老公说关于这个百年周期的问题 我说你看这个百年周期看着还 挺让人害怕的 然后我老公就说 他们大概在三十年前的时候 就不停地在说富士山马上要火山喷发了 并且是学校也说 然后电视里面也说 并且是过一段时间 他们就拿出来说一下 感觉就是在不停地制造焦虑的那种感觉 但是现在过了这么久 难道就一直要生活在恐惧当中吗 他就说 与其那样子 天天恐惧 天天胡思乱想 天天好像没有生活的阳光的一面 那还不如就是做好防灾的准备 专注当下的生活 当下你生活的是否快乐啊等等 要专注这些 我就说 那有些人为了避免这些自然灾害 就选择了去国外生活 我老公就说 嗯 这个是每个人的自己的选择嘛 这个无可厚非的 但是每个人难道就能够完完全全地避免这个世界上的灾害吗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灾害 你 你难道都能逃过吗 逃不过吗 但是未来是怎么样的 其实只有天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个人的话 真的只有过好当下 专注当下的生活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你不要回头 你就要向前走 不要回头 那未来的事情其实谁都不知道 那唯有过好当下 真真切切的生活 才是真真切切的快乐 嗯 其实只有当下的生活 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 爱自己就是要过好当下的生活 过去和未来真的无法掌控的 第五点 宁愿平庸 不走极端 最近经常听到就是关于一些 父母因为和孩子吵架 然后孩子就跳楼亲生的一些这样的新闻吧 其实我并不是想去批评哪一方 我只是想说一下这里面的逻辑好像是弄错了 出现了一些逻辑错误 父母因为爱孩子 所以对孩子进行严格的教育 严格的要求孩子 孩子因为爱父母 而宁愿伤害自己 也不选择与父母反抗 表面看好像是你爱我 我爱你 但是我却看到的就是你想控制我 我想控制你 如果说你把这些逻辑稍微调整一下 父母爱自己 孩子爱自己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看到的如果是说你把这些逻辑调整一下 父母因为爱自己就不会被 就不会因为被孩子 然后把自己气到失去理智 然后孩子因为爱自己 就不会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这种关系就会发生的 不会那么激烈那么极端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 就会避免许多悲剧的发生 所以我总是说人不要走极端 上期视频我也是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的理念也是这样的 就是不要走极端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 不欲以尽将自正 他里面就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不要有控制别人的欲望 你不要有这种欲望 你就是慢慢的等待 等待他事物的变化 其结果就是自然而然的 会恢复到他原本该有的那种状态 老子还在《道德经》中讲 我特别喜欢老子 所以经常引用老子的一些话吧 他就说天下其实就像一个大气一样 大气它里面一个大气就是像一个大的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碗 它在这个大气里面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物品 那有的物品 那些物品都不是相同的 不是相同的是不一样的 那有的物品它比较急 有的物品它比较慢 那有的物品它比较强壮 有的呢 它就比较瘦弱 有的呢 它就是 出在一种危险的状态 有的它就会出在一种安全的状态 你不要就是有意的去妄为 你不要就是想去把持 想去掌握掌控它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就会打破它原有的平衡 就会出现极端的行为 这其实就像我们的孩子 有的孩子擅长学习 有的孩子擅长体育 有的孩子擅长说话 有的孩子就擅长安静 有的孩子就是性格活泼开朗 有的孩子就是比较安静嘛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是先天就设定好的基因 很难去立天改命 如果说你要立天改命的话 也是有的 但是我认为这些立天改命的人 都是一些天选之子吧 那这些天选之子的话 它其实它会经过一个过程 就是首先自我认知的觉醒 然后就是那句话叫做 天降将大人与私人也必先 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你要承受这些内容 这些东西之后 你才能真正的立天改命 所以你会觉得你的孩子是天选之子吗 我觉得我的孩子是不是天选之子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天选之子 我觉得只有天知道 如果他是那个天选之子的话 那我认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如果说他不是那个天选之子 我一定要他成为天选之子的话 我用什么把它成为天选之子呢 我用金钱 那我觉得我用金钱让他成为天选之子的话 但是他没有那个掌控金钱的能力 他会变得挥霍无度 我觉得反而会害了孩子 如果说我用权力 当然我自己是没有权力的 我只是说假如 如果我用权力把他送上天选之子的那个位子 那他是否有那个德行来承担这份责任呢 如果说他没有这个责任 那就是德不配位 那德不配位带来的结果 其实是反而是走向深渊 更加可怕 所以说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干预 因为你干预了就打破了原油的平衡 也有人可能会说 那你怎么知道 那个如果就不行呢 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 只有天知道 我始终觉得命令有时 终须有 命令无时 莫强求 所以我会爱我自己 减少对孩子的控制吧 然后让孩子自然成长 不管是对自己对孩子 我就宁愿孩子平庸一点 我也不愿意孩子走向极端 我是这样认为的吧 第六点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和爱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就是 爱自己就是要让自己吃好喝好穿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没有错 但其实是有前提条件的 那这个前提条件就是 你是否有那份能力和底气 来支撑你这一份消费 如果说你能力不足的时候 你还要去浪费 带来的结果其实就是负债和负担嘛 但是如果你的底气足够了 你还要去浪费 其实带来的结果就是 未来底气不足 你的未来就是不停的 要为这份浪费去买单 去拼命的工作 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这其实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这就是不爱自己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一个人嘛 我一顿饭吃一两个菜就够了 但是我硬是要炒四个菜 来彰显我对自己好 但是我我的身体只能吃一两个菜 剩下的我吃不完 吃不完的我把它倒掉了 那其实那这个倒掉的菜 我其实是要花我的时间 我的金钱 我的精力去做的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浪费呢 再比如说如果我害怕浪费 然后我就把这些菜 我就全部把它吃掉了 那但是我的身体 只能消化一两个菜 但是我硬是要把 要我的身体 你去消化四个菜吧 那其实对我的身体 就是一种伤害嘛 那这也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爱自己就不要去浪费 够了就可以 所以那句话 知足者富嘛 就是这样的道理 第七点 不要放纵 我曾经就是想不明白 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总是在说人生 人生的意义在于 追求快乐嘛 那有人就会说 那就是要活在当下 及时行乐 我就想不明白 这个及时行乐 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有点钱 然后我就拿这些钱 去花天酒地买快乐 这样可以吗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 其实及时行乐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放纵时的 放纵式的及时行乐 第二种就是自律型的 及时行乐 那放纵式的及时行乐 带来的结果就是 反噬自己 比如说 你去找很多伴侣啊 你去花天酒地啊 带来的结果就是 家庭破裂啊 人才两空啊 失去自由啊 这个就是反噬自己 那么自律型的及时行乐 带来的结果就是 清闲自在 然后可以走得更加长远 所以我就说 爱自己就不要放纵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家虽然就是收入有增加 但是我们家其实过的还是原本的生活 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也就是用不要放纵来提醒自己吧 第八点 知音守阳 向阳生长 许多人跟我说 感觉现在的社会特别的魔幻 原本觉得正义的事情 突然发现怎么不正义了 原本喜欢的一个人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三观不合 然后原本觉得一个人的做法是错误的 后来发现原来他是对的 原本特别崇敬的崇拜的一个人 后来发现原来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 就是许多事情 你突然就发现黑白颠倒 难分真假 现在的人我们常常说 越来越人间清醒了 但是大家想过这个人间清醒到底是什么 你又怎么知道 就是你所认知的人间清醒 就是真正的人间清醒呢 或许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第三条说 不要用未来未发生的事情来影响现在的自己 但是这一条绝对就正确吗 显然不是 你还是要为未来去做打算的 你还是要有理想的 你还是要未与筹谋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慢慢的就发现 这个世界真的是 他有白天有黑夜 他也有他的阴面 也有他的阳面 或许就是说 你的阴面就是别人的阳面 或者是说 别人的阳面也许就是你的阴面 真的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如果说你只是停留在这些是非之真啊 对错之真啊 其实就是永远走不出来的 那想要走出来就是要向阳生长 就爱自己就要向阳生长 也许我们暂时就是搞不明白这个世界 有些哪一天突然明白 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们都明白了 但是我们依然向阳生长 这个就是爱自己 9.和平共处 和而不同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终极方法 就是和平共处 和而不同 那我又是怎么得到的呢 我每天送我女儿去幼儿园坐巴士嘛 然后有一天我女儿的同学的妈妈 就讲了一个他们家的一个故事 他就说 这位妈妈就说 他儿子经常跟他说 他说我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会觉得脊背发凉 会不会觉得家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这位妈妈就说 是吗 那那他一定是来保护我们家的 那我们就和平相处吧 就是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突然就明白了一些道理 比如说我们生活中 会面对很多无形的压力 是无法摆脱的 就是说你拼命地想要摆脱 但是你就是摆脱不了 所以这样 这种情况下 就是你与其挣扎 你还不如和平地相处 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 就是想要去控制别人啊 想要去改变别人啊 或者是想害怕 就是害怕一些人或者事物 但是往往越是这样的话 你越得不到内心的瓶颈 反而就是折磨自己 所以就像这个小孩说 他说我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那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害怕 就也许有的人会说 那要请一个 马上要请一个道士 把他消灭掉 也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 选择就是说 我要搬家 我要远离他 但是这位妈妈就说 那他一定是来保护我们家的 那我们就和平相处 我突然就觉得 我就不再那么害怕 反而觉得还挺可爱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这种和平相处的高明之处 你能感觉到吗 我真的是感觉到了 我真的觉得这种和平相处 和而不同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明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 人的能量是有限的 人的能量一定是有限的 那当能量不足的时候 我们就要向阳生长 但是当你的欲望膨胀的时候 就要记住 不要走极端 不要浪费 不要放纵 这个三个不要 一直要紧紧的 要盯在我的脑子里面 真的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你看不惯的人和事情 你不要试图去改变它 你要何而不同 你遇到别人欺负 打压 恐吓你的时候 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就还击回去 你要回击回去 那你能力不足的时候 你就要尽量的远离 然后韬光养晦 但是我觉得和平相处 是最好的爱自己的方法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远离 想要韬光养晦 我们做不到 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那么这个时候和平相处 其实就是很高明的一种做法吧 你看就是在动物界嘛 你看大象 它明明可以一脚就把蚂蚁踩死 但是大象并没有天天的去找蚂蚁的麻烦嘛 大象还是过着大象它自己的生活 它也有它自己大象的烦恼 那蚂蚁也是过着蚂蚁自己的生活 蚂蚁也有它自己的烦恼 也有它自己的生活 大家就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各不相干 但是它们仍然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和平相处嘛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最后第十点内容就是 爱自己和自私的区别吧 首先爱自己不是自私 但是你要别人爱自己的话 就是自私 爱自己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一定要要求别人爱你 比如说别人不爱你 你就觉得浑身难受啊 你就要想尽办法让别人爱你啊 这个才叫做自私 所以爱自己没有错 我们要光明正大的对别人说 我非常非常的爱自己 是的 我觉得人一定要先爱自己 一定要爱自己 最近我们这里天气特别特别的冷 所以大家一定要爱自己 要把衣服穿暖和一点 不要冻着自己 今天的视频又好长好长 大家一定是挺累了 那么就放下手机 放下耳机 好好休息一下 喝一杯暖茶 好好爱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真的是不好意思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